Liu璧兒Bernice這日出席電視劇婚 內情記者會提到劇中出軌的情節 不知道Bernice在現實中有沒有被背叛呢 這件事呢 因為我沒有結婚 拍拖當然 不要對得太認真就不覺得 但可能因為始終拍拖和結婚是兩件事 可能人們覺得拍拖是一段時間去認識別人 所以可能會跟一個人拍拖 最重要是兩人清楚感情是怎樣 那現在的感情狀況又如何 很開心工作 我都覺得很複雜 跟他們拍完之後更加複雜 養狗很好 不乖就可以困住他們 這些事不用想 另外提到Bernice剛剛去了探鄉 鄉鄉公主更首次曝光鄉鄉BBC的正面 是嗎 是 我問了他先解釋 所以不怕 因為之前在加拿大 由去年已經在加拿大勁國 我們一直都在提出 因為始終我們同一個地方來 還有選美的過程 讚了我們同一個人來的 我們分開這麼多年之後 都是同一個人去贊 去提名我們 我們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和親戚 那我一回來 因為其實知道 他說你何時來探 其實我還在加拿大讀書 那我一回來 一有空降就去見他 很有趣 好男人味 寶寶我沒見過一個 都未到一百人 剛剛七個幾 剛剛兩個幾月的時候 演的樣子很男人 是啊 好可愛 好丟臉